联手一 作者杨显慧 朗读者陈颂无声 黎明时分 集西道节醒了 天还没亮 从窗户看出去 东边黑暗的山头上方只有一抹微微的亮色 她是冻醒的 已经是五月中旬 但昨晚睡觉没关窗户 迭不勾清晨的湿空气侵袭进旅馆的房间里 而她又喝醉了酒 只穿一件衬衫 躺在床上 被子都没拉开 酒劲还没过去 头痛欲裂 她哼哼唧唧地穿上拖鞋进了卫生间 从卫生间出来 她就去桌上拿茶杯 一只脚滑了一下 且脚下有点黏糊 但她没顾上看地下有什么东西 就把两只茶杯的残茶喝光了 她拿起暖瓶倒水 却没倒出水来 于是伸手到桌子下边摸啤酒 却没摸出啤酒来 因为一整箱都是空瓶子 也就是这时候 她看见一只打碎的啤酒瓶 玻璃片散落在瓷砖地上 带着瓶口的半截啤酒瓶横在靠近门口的地上 那里还有一大滩乌黑的东西 是血 凝固了的血 在柔和的黄色狼灯的灯光下看起来就像这一瓶墨汁倒在地上 她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疼痛的头 便触到了前额上鸡蛋大的肿块 用手指头抠了一下 抠下了一块指甲大小的血痂 血痂一掉 一缕鲜血就流出来了 热丝丝地躺到鼻梁上 她用手抹了一下 然后又进卫生间拿了条毛巾捂在前额上 在心里含含糊糊地骂了一声 这个驴日吓得 把我的头打破了 躺了这么多血 她捂着头走回自己的床前 坐下 可是 当她目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对面自己的联手空荡荡的床铺之后 心里微微地觉到了不安 她扔下毛巾 穿上外衣出了门 向服务台走去 用藏语喊 服务员 紧紧喊了一声 一位身着藏群的服务员就像是早准备睡得开门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旅馆老板 旅馆老板是民县汉民 前几年在这里开饭馆 生意发达 今年新建了这座两层楼的旅馆 旅馆老板说 酒醒了吗 极其道洁的汉语很流利 她没回答老板的问题 反问 你们看见我的联手了吗 她啥之间出去了 老板回答 你是说班戴娇吗 班戴娇送到医院去了 极其道洁一愣 怎么着送到医院了 老板很惊奇的神情盯着她看了几秒钟 说 你的酒还没醒吧 极其道洁说 我的酒早醒了 你快说 怎么把她送到医院了 旅馆老板说 我喊你的酒还没醒呢 怎么把她送医院了 你还不知道吗 你把人杀下了 你胡扯求个啥 我怎么把人杀下了 是她把我的头打破了 你看 血还躺着呢 头打破了能躺多少血 你看见房子底下的血了吗 杀下一个羊能躺那么多血吗 极其道洁脸色变了 老板又说 你一刀子戳在班戴娇的枪子上 把人戳翻过了 你还不知道吗 极其道洁黑黑的脸孔变得黄黄的 声音也变了 说 戳到哪了 具体戳在哪了 我也没看见 服务员半夜里打电话把我叫来 来的时间 人已经抬走了 服务员说是有个客人和你的联手是一个村的 李浅沟 深目躲村 男人也知道你是李浅沟 嘎嘎果村的人 当时有的人说 要把你捆上了 怕你跑过了 那个人说 那跑不过 我认得他 他叫上人 把你的联手抬到医院去了 极其道洁的嘴唇都变白了 你说得实话吗 真是那么厉害吗 我怎么不记得戳刀子的事 你记得啥呢 人抬走了 我进房子的时候 你就像个死猪一样睡着呼呼的 你把人戳下了 还不知道 年轻人 你把货惹下了 人抬走的时候 刀子还在枪子上插着呢 尽管他怎么也记不起自己为什么戳了联手 但他的手在漂亮的鳄鱼排夹克衫下摆摸了几次 皮带上只剩下刀鞘 那把七八寸长的刀柄上镶着珊瑚珠的漂亮小刀不见了 老板又说 你们到底做啥了吗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怎么着 戳起刀子来了 我怎么知道呢 酒喝多了 为了啥 我一点想不起来 说完 他就匆匆下楼 旅馆老板大声问他到哪里去 他也没有回答 蝶布县是片美丽的地方 它处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 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这里山高坡斗 风高水急 雨水充足 山顶上白雪哀哀 山坡上绿草如荫 山谷里布满了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源自甘南藏族自治州朗木寺的白水江 从蝶山和鸣山之间的高山峡谷里 湍急地流过 把蝶布沟挖得更深 随后又流过周区县 五都市 汇入嘉陵江 蝶布县城设在电嘎镇 这里由于白水江的多次改道和长期的冲刷 在蝶山阳坡和鸣山阴坡的脚下 制造了一片平盏盏绿油油的草地 白水江紧挨着鸣山流淌 它的南边是一片苍翠的原始森林 先是油松 接着是挺拔而高大的白松和铁杆松 漫山漫坡向湖头山爬去 殿嘎镇的清晨真美丽啊 东方的天空已经大亮 一束横担的白云已经抹上了淡淡的红韵 如同姑娘清新的脸蛋 蝶布沟里弥漫着若有若无的雾气 虎头山顶的白雪也闪烁着浅浅的红霞 空气散发着淡淡的松香气息 但是 急西道洁对这些都视而不见 他急匆匆地跑到了县人民医院 医院的大门紧闭 只有一扇箱在大门上的小门虚掩着 他一推就开了 县医院他还不熟悉 他今年才22岁 身体像长了三百年的铁杆松的树身一样 粗壮和结实 还从来没进过医院看病 他进门 先朝门卫房的玻璃窗看了看 正好这时 门卫房的门开了 一个藏民老人 站在门槛里头问他 你做啥咧 他叫了一声阿酷 说 我要看个病人 昨天夜里得病送来的 昨天夜里得病进来的 没有 没有这么个病人呀 急西道洁心里一喜 没有病人 没有病人 那就是说 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联手杀下 这个旅馆老板真不是个东西 把他吓了一跳 他转身要走了 那个门卫却又说 昨天夜里看病的一个都没有 就是半夜里送来了一个刀子戳下的 已经死了 死了 急西道洁的心抖的一跳 问 死了 门卫说 急西道洁没再出声 他的心突然往下沉去 双腿发的站不住 门房却不知道他心里的感受 说 你打问的就是这个人吗 死了 那人一来就死了 枪子上叫人戳了一刀 送人的人说是喝下酒了 两个人戳刀子 把他的联手戳死了 来的时候还有气呢 抢救来抢救去就死过了 哎呀 现在的年轻人 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能挣钱 钱来得容易了 下茬的喝酒 喝醉的就戳刀子呢 我听人说 戳死的和戳的人都是泥嵌钩的 都是年轻人 都是翻木头的 门卫是个爱唠叨的老人 说了许多 但是后面说了些什么 极其道解根本就没听见 他的双腿勉强地支撑着自己 没有瘫倒 良久才又问 你说的这个病人 真是刀子戳死下的吗 真死了吗 哎呀 这个娃娃 我五十多岁的人了 能给你编晃吗 我给你编晃 有啥用力 不 不不 极其道解的嘴唇 哆嗦地说 我是说 我是说我能看一下这个人吗 我是他的朋友 刚才听说他叫人戳下了 我想看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叫人戳死了 要是真戳死了 我就要给他家送个信去 没那个必要 没那个必要 死了 真是死了 我和值班大夫 还有送人呢 一搭把他抬进太平间放下了 门卫大声地说 接着换了种口气 嗓门低沉了许多 说 娃娃 你要是和戳人的人认识 就赶快送个信去 送人的那个老汉 已经到公安局报案去了 这事 看来要闹大呢 静雅思听 智雅思听 智雅声音 吉西道洁转身离开医院 可是往哪里去呢 是回家跟家人交代一下 然后去公安局自首呢 还是回旅馆 等着公安局来逮捕自己 把自己最要好的 被人们称为联手的朋友杀死了 是该承担法律责任的 他在路上慢腾腾 疲乏无力地走了一劫之后 心里又做出了相反的决定 逃跑 他心里想 这是酒后失手戳死了人 但自己能说得清楚吗 谁又能为自己讲清楚呢 自己才22岁 坐上20年牢 出来也还成 但要是判死刑呢 然后逃跑 又能跑到哪里去呢 去西藏 到拉萨婚日子 或许能侥幸逃开追捕 但时间一长 还是会被缉拿归案的 至于跑到东边的西安广州去 他根本就不想 在汉人的地方上 就是跌步的警察不追捕 自己的相貌和半生不熟的汉语 就是杀人犯的广告 他想来想去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要逃跑 但是不能逃到外地去 就在家乡附近的什么地方躲藏起来 等着双方家人出面 用传统的方法解决问题 既然做出了决定 他就想加快脚步离开县城 这时候 电噶镇东边白水江流淌的峡谷上方 从一座山头背后发射出来的峡光 已经把天上的云霞染红了 街头上行人多了起来 几辆拉木头的汽车从街头驶过 他估计这时候公安局的值班警察 已经接到了报案 并且通知了刚刚起床的警察到局里集中 很快警察们会骑摩托或是开着警车 去旅馆逮捕自己 旅馆是不能回了 或许家也不能回去了 也可能警察正在奔向泥浅沟的嘎干果村 去家里抓他 他必须往西跑 藏到城外的哪个地方去 但是 他越想走快 越走不快 两腿发软 心也慌得咚咚的跳 对未来前途的恐惧 和戳死好友的内疚 钻紧了他的心 他眼看着太阳 从东方的山顶上升起来 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 且有几个熟人向他打着招呼 错身而过 不行 不能叫熟人看见我往哪里去了 公安局会侦查到这些信息的 他在心里这样告诫自己 扭头钻进了一条低矮房子密布的小巷岛 这里是原先迭步县城老居民的住宅区 他是从牧场来的乡下人 在这里没有熟人 可真是巧了 他刚刚走过两个院子 一个年轻人骑着辆破旧的摩托车 秃秃的迎面驶过来 他激紧的喊了一声 扎西 扎西是西边当多沟的人 前几年和他一样 从山沟的村寨里 收购郎杜菌和虫草 卖到县城 后来他改做木材生意 扎西却还做着收购虫草和郎杜菌的生意 有一位广东商人 长期住在迭步县城 专门收购迭步沟各条山沟里的妇女们采摘的新鲜郎杜菌和虫草 郎杜菌和虫草在采摘的当天傍晚 由他和扎西这样的人收集起来 连夜送到这个商人手里 商人的汽车连夜送往兰州 载有飞机运往广州 于是最新鲜美味 也最昂贵的郎杜菌和虫草 就出现在广州各大饭店的餐桌上 扎西看见扎西道洁 他很灵巧地把又笨又大的幸福派摩托车 停在几乎要撞到扎西道洁的膝盖的地方 说 阿家 这么早你往哪里去呢 又有好生意了吧 吉西道洁什么话也不说 扶住扎西的肩膀跨上摩托车后座 又推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掉头 走 往当多勾走 摩托车到城外 他才喊停 他把双腿吊在两边说 兄弟 我不小心把一个人戳死了 是我的联手 已经挺稳的摩托扭了一下 扎西扭过脸来 惊讶地睁大眼睛说 谁 你把谁戳下了 半带焦 不等扎西再问 他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简略地说了一遍 最后他又说 我当你家里藏几天的药呢 扎西猛地加大了油门 摩托呜呜吼着往江渣沟的方向驶去 当多沟是迭步县最七头一窝乡的一个行政村 但是交通最困难 最不方便 因为大山的阻隔 他与一窝乡之间并无公路相通 从电嘎镇或一窝乡去当多沟 必须经过四川省江渣沟里的洞列乡和崇尔乡 然后右拐进入一条只能走马帮的石头疙瘩小路 才能到达迭山众多山谷中的一条当多沟 三个小时之后 摩托才驶进当多沟一个叫做当家的自然村 扎西还没成家 进了门 他立即摘下房顶上挂的半扇子绝麻猪叫阿妈猪上 款待及其道结 及其道结却没有摸一下吃肉用的小刀 一脸苦笑的说 兄弟 你吃 你快快的吃 吃罢了赶紧走 到我家里看一下去 出啥事了没有 出啥事呢 扎西一边用小刀切肉一边说 我还怕石目多的人把我的家里人杀下呢 没那么凶动吧 哎 兄弟 你不知道我们那边的情况 我听老人们说过 三几年四几年的时间 我们离倩沟的深目多村和安子沟的吉安纳村 为一块磨刀石的事打了六七年仗 深目多的人把人家的人杀过一个 人家把深目多的人也杀过一个 深目多再去杀过一个 人家又来杀过一个 两个村子合起来死了二十多个人 后来还是杨吐司的手下来调解 矛盾才得到解决 我和班代娇是联手 亲兄弟一样 现在我把班代娇戳下了 你想 能不出事吗 哎 那是几十年以前的事 现在社会和那时间不一样了 还能出这样的事吗 难说呀 也可能两个村子之间打仗的事 再也不会发生了 但人家家里人找我家的人报仇的事 不是没可能 嗯 这样的事真是有呢 扎西急匆匆吃了两块肉 又拌了一碗三八 便骑上摩托走了 时值午后两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手 二 作者 杨显慧 朗读者 陈颂无声 倪建沟在县城东边四十多公里南北向的一道山沟里 沟口有一块巨大的像山丘般的黑色大石头 石头的前边是湍急的日夜流淌的白水江 后边的山坡上是一个叫做卡巴的村庄 扎西匆在卡巴村前拐了个弯进了卡巴沟 速安子河北上后 顺着1968年开辟的伐木材的简易公路前进 又过了两个钟头 湾区的公路时而在秘密的游松林中穿行 时而又在悬崖上起伏 扎西的头颠晕了 手振麻了 一座大山挡住了他的去路 山沟分成两条 一条继续往北 又装载木材的卡车驶出 是安子沟的地界 一条拐向东北 狭窄陡峭 只有吃滑泥泞的小道 这条沟叫泥嵌沟 这里有一座高大雄伟如同人形的山峰 人们便把这条沟叫做泥嵌沟 泥嵌是藏语大人的意思 好在五年前 扎西坐着极西道杰顾下的卡车来安子沟拉木材时 从泥嵌沟进去看过错美风 在极西道杰家住过两天 他扔下了这条沟 他家大油门 时尚通往嘎干果村的陡峭湿滑的小路 泥嵌沟向阳的山坡上 游近极远的坐落着三个村站 分别是深木多 泥嵌和嘎干果 很快 第一座村庄就出现在他眼前 和他们的当多沟当家村一样 从村口到村子里的巷道堆满了一朵一朵 巨短后劈开的木柴 还有紧挨着偏房的高大的架杆 不同的是 当多沟的村民是纯木民 架杆上只亮些原根和燕麦之类的饲料 泥嵌沟却是半农半木须 架杆上要亮晒小麦和青柯 泥嵌沟的家庭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在村庄附近种着些山坡地 一部分在错美丰北路的草场 放牧着牛羊 最大的不同 是当多沟向阳的平缓山坡上 用松木板围起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 防止猪跑进去 那些小块地只种原根和燕麦草 而这里用木板把整个村寨都围起来 因为村外的耕地多 而且种植小麦和青柯 不能叫猪乱拱 因此 每穿过一个村庄 她都要停下摩托去打开栅栏门 过去之后再关上门 她走进泥浅沟最深处的嘎干果村 停下摩托又去移动栅栏门 你是做啥的 扎西惊了一下 因为离栅栏门里边很近的一堆柴火后 突然闪出个人来 且她的鹤子夹袍的记腰上 贴身斜插着一把二尺长的腰刀 因为对方态度严厉 且全副武装 搞得扎西猝不及防 扎西神情有点紧张 说 我是当多勾 勾的 当多勾的 你到这做啥来了 我找个人 积极道洁 那人的口气更严厉了 你找积极道洁做啥 终于 扎西缓过尘来 她对于此人的严厉口气 极为反感 便用力移动栅栏门 同时提高嗓门说 我找积极道洁做啥要跟你说吗 你是啥人 我一定要给你汇报吗 咦 你还歪得很 喂 你们过来 随着那人的呼唤 柴火堕后边 又站起两个人来 腰里都插着长刀 说话也都凶巴巴的样子 做啥了 做啥了 那个人说 你们看 这个人不说做啥呢 硬要进来 我看着不像个好人 你们看他的这身打扮 扎西二十一岁 留着长发 且穿一件脏兮兮的花格子西装 问清楚 问清楚 我也看他不像个好人 说不定是探子 扎西完全搞糊涂了 也气坏了 这村子的人一副战争警戒的样子 像是已经发生的战争 但对方人多势众 长刀在手 他也不敢造次 便和缓了口气说 你们看你们看 你们每个人都凶巴巴的 还说我不像个好人 怎么了 我的脸上写着字了吗 我是坏人 我是当多勾的人 是极其道解的好朋友 我来看看他不成吗 你真是极其道解的朋友 一个人又问 那还有假吗 我冒充他的朋友做啥呢 我有病了吗 快点快点 你们叫我进去 我有重要的事 见他们家的人呢 你有啥重要的事 有啥重要的事 我能随便跟人说吗 随便说的事 能叫重要的事吗 你看你这个人怪不怪 扎西的话 还真产生了效力 那三个人用充满怀疑的眼光 看着他 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说 叫他进去吧 你领着进去 叫他先见一下供不交 看他有啥事 接着那人就对扎西说 去吧 你跟他进去吧 把你的摩托推上 扎西没听他的话 把摩托推进炸篮后 就骑上去 对跟在身后的小青年说 来 我帮你带上 快些走 小青年似乎有点犹豫 说 你知道极其道解家怎么走吗 但他还是坐到后座上 并用一只手 扶住了扎西的肩膀 扎西没说话 猛的夹大了油门 摩托就呼的往前冲去 摩托在一堕堕 马放整齐的柴垛组成的胡同里 左旋右转 从一面面马尼旗下驶过 又驶过了泥浅沟上的木桥 小青年像是很惊奇 说了一句 你来过极其道解家 但是 到了极其道解的家门口 小青年还是严厉的说了一声 你跟着我 于是扎西把摩托熄了火 跟着小青年走进院子 随即又进了他曾经住过的客房 栅栏门口的警戒 已经使扎西有点难以理解 进了客房就更是迷糊了 极其道解的家人 一个都没在 几个陌生的老年人在炕上喝茶 还有几个年轻人 坐在地板上打扑克 年轻人的身旁都放着长长的腰刀 还有两只小口径立在板柜旁 那小青年进屋后 附在炕上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耳边 说了几句话 那老人就盘问起扎西来 问他是哪里来的 真的认识极其道解吗 当他确信是极其道解的朋友 并且来过嘎干果之后 才慢慢下了地 并对他说 娃娃你跟我来 他带着扎西拐来拐去 走过好几户人家 进了一个院子 在这家的客房里 扎西才见到极其道解的阿爸阿妈 扎西先是告诉两位老人 极其道解藏在自己家里 一切都很安全 然后又问警察来过没有 极其道解的阿爸名叫阿苍 他感谢扎西收留了自己的儿子 也感谢他从当多沟跑来报信 然后告诉扎西 上午十点钟 住在殿嘎镇的熟人 专门来嘎干果报信 说极其道解在城里杀下人了 全县城都知道 接着十二点钟的时候 警察就来找他的儿子 警察没找到极其道解 问了很多话 临走时嘱咐他 赶快把儿子叫回来投案去 说是抓不住他的儿子 他们天天要来 警察走后 全村人经过商量 把他们老两口转移到这户人家来 极其道解的媳妇 带着一岁的小女儿 住到另一户人家去了 看着扎西惊恶的面孔 老人解释道 不能不防啊 我的娃娃杀下人了 人家不报仇吗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说说话天就黑了 这天晚上 扎西和极其道解的阿爸阿妈 睡在一个炕上 临睡前 老人问扎西 扎西娃娃 你给我说个实话 极其道解 怎么把班奶娇杀下了 为啥杀下了 扎西回答说不清楚 我问过几遍了 为啥的戳刀子 他跟我说想不起来 他说昨晚两个人在一搭喝的酒 那时间还好好的 后来喝醉了 喝醉以后的事 他一点点都记不起来 唉 这个畜生 你看他惹下的这祸 老人叹息良久 又说 他们两个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 来往几年了 关系好得很 比亲兄弟还亲一样 连着两年了 过年的时候 两个人连错挖的茶都不喝 今天他到班戴娇的家里去 明天班戴娇又到我们家里来 天黑就睡下 整整半个月 两个人就这么上来下去的 好像是穿着一条裤子 不分开 你看 今年的春节 这才过去了几天嘛 就一个把一个戳下了 这事怎么做呢 一日晨 扎西去见过了齐齐道洁的女人 然后就回当多沟了 当他出了泥浅沟 转向卡巴沟的时候 正好一辆教室 北京吉普迎面驶来 他知道 这是县公安局的车 虽然车顶上没有挂警灯 但他一看车型就认出来了 迭步县各局办 都没有这么漂亮的车 他心里惊叹公安局的神速 急忙让道 把摩托停在一颗巨大的铁杆松旁边 双腿点滴站住 回到当多沟的家里 一时下午两点 他向齐齐道洁报告 老人和妻儿 都转移到平安的地方去了 嘎干果全村的人 保护着他的家人 并且轮流值班 防备深母多的袭击 还看见了警车 他笑着说 今天他们又跑空了 他们跑上几天就不跑了 他们哪里知道 你在我家藏着呢 吉兮道洁脸色黄黄的 一句话不说 午饭也不吃 到了天进黑 全家吃晚饭的时候 他还是不吃饭 把扎齐的阿妈端来的碗 推了一下 对扎齐说 你吃 我实话不饿 扎齐的阿爸在一旁劝 娃娃 饭还是要吃些呢 天大的事总是要过去 吉兮大的青柯 总是要从墨眼里下呢 吉兮道洁说 不好办 我总觉得要出大事呢 公安局不饶我 深母多也不饶我 事情还真被吉兮道洁 不幸而言重 扎齐收购蘑菇的工作停止了 成了吉兮道洁的通讯员 两天一趟的 往返于泥浅沟与当多沟之间 有时候还当天连夜返回 探听消息 向吉兮道洁和他的父母 汇报情况 就在他第五天到嘎干国 和那个头天领他去见 吉兮道洁父亲的贡布娇 坐在吉兮道洁家的炕上 喝茶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慌慌张张 跑进了报告 深母多的人来了 贡布娇猛得贵起 问多少人 拿到了没有 年轻人说没有拿到 是十几个老汉 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 贡布娇忙着下炕 说请 快请进来 不要挡 他穿了鞋 忙忙往外走 扎齐和另外几位老人 也下炕迎了出去 他们刚刚走到院子中间 熙熙攘攘的一群人 已经涌进大门来了 前边是七八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后边还跟着八九个六七十岁头发花白的老人 贡布娇急忙弯腰行李 满脸堆笑的说 老人家你们来了 请进 屋子里请 我有失远迎了 一个为首的五十多岁的人 粗声大嗓的说 贡布娇 你怎么在这蹲着呢 这家的主人哪去了 怎么叫你招呼的人呢 贡布娇还是一脸的笑容 跟灯阿哥 你这是啥话吗 我在这蹲不成吗 阿苍是我的邻居吗 从我们的仙人到现在 我们在一单坐了几辈子了 我就不能过来喝个茶吗 跟灯说 你少废话 阿苍在不在 你把阿苍叫出来 我们有话要跟他说呢 贡布娇说 阿苍在哪 阿苍怎么不在呢 这是阿苍的家吗 你进 你房子里进走吗 有啥话 进去了再说 阿苍有点事出去了一下 我这就打发人叫去 贡布娇一边招呼客人 一边向一个年轻人 使了个眼色 大声说 去 你去把阿苍叫来 神母多的贵客来了 叫他接待客人来 年轻人蹬蹬地跑出去了 他又招呼这帮不速之客 进房子 其他的几个老年人 和几个年轻人 也都客气又恭敬地说请进 脸上堆满了笑容 这些人进了房子 却不上抗 其中一个人的胳膊一扬 就把一个年轻人 端过来的酥油茶 啪的一声打落在地 茶碗碎了 他说 去酒过吧 什么茶不茶的 我们是喝茶来的吗 我们是来算账的 年轻人不敢吭声 供不交友 陪小心地说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账要算呢 茶喝的还是要呢 不喝不喝 又一个客人 大声喊起来 怎么的个事嘛 把我的人杀下了 连个话都没有 一个活人也看不见 砸过 今天我们把这间房子砸过 看你们的人出来不出来 活人有的没有 说着话 他又把连炕灶上 煮着大茶的铜壶 提起来往门口走去 啪的一声 甩在院子里 其他几个四五十岁的人 都去砸墙上 相有照片的镜框 还把脸盆踢翻了 这些事情 都在嘎干果人们的 意料之中 十几个跟进来 陪小心的年轻人 急忙去拦 客客气气 却又非常坚决地 抓住了他们的手 低声下气地说 不要砸 不要砸 也不要生气 赔呢 我们把亏人的事 做下了 就一定要赔 赖过去的心 我们一点点都没有 就是你们要给我们 一点时间 脚丫舱有个准备的时间吗 已经五天了 一点生气没有 客人中一位年纪最大 虚发斑白的老人 吹胡子瞪眼地说 公不交说 君九阿爷 你不要浊气嘛 上炕 上炕了 坐下 我们慢慢说 我今天给你保证下 两三天里 阿三和我一定出面 到深目多陪李去 这几天你们知道的吗 急西道结没回来 怎么那个事情 我们还没做清楚 再说 警察一天到晚的 骚毛都顾不上 一会儿问这 一会儿又调查那 你们宽线上几天 我们把急西道结找着 事情做清楚了 一定给你们赔礼去 阿苍和我们的老汉 都给你赔礼去 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该批命价就赔命价 不成 我们今天就要见阿苍了 有人大声说 就是的 就是的 把阿苍叫出来 把阿苍叫出来 我们不是要命价来的 你们的人 把我们的一个人杀过了 你们也要拿一条命出来的 有人强硬的说 说啥呢 有啥说的呢 砸了砸了 把房子砸过 看阿苍出来不出来 还有人说 深目多人群情激昂起来 供不交着急了 大声恳求的说 不要砸呀 我的阿爷阿爸们 我求求你们不要砸 事情不要搞复杂了 已经一个人命出下了 再出一个人命了好吗 已经一个家庭有难了 还要另一个家庭出个难了好吗 有人强烈的反对 你这是傻话 听你说的话 就像是我们的人杀下就杀下了 白杀下了 供不交说 不是 我说的是 我们要把大事化小 公平还要和平的解决问题 我的阿爷们 我实话给你们保证下 两三天里 我就到深目多去 我们的老汉们都去 我们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说法 他又把脸转向那位白发老人说 群九阿爷 我说话算话 我但要是把你们哄下了 你叫你的孙子娃娃们 把我的头割下 一言为定 白发老人说 一言为定 好 一言为定 那我们走了 你是村长 你说的话 我们大家都相信 说着话 群九老人就向门口走去 供不交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忙忙的说 不要着急走 坐一会儿 喝碗茶 喝碗茶的再走 来了就要坐一会儿嘛 虽然出了件不好的事情 但我们乡里相亲的 以后还要打交道呢 但那位老人 头也不回的走出去了 其他老人 也都随着往外走 看看实在留不住 供不交也跟着 走到院子里送客人 这时候 几乎院子里站满了人 全村子没出去干活的年轻人 都集中起来了 他们是被先前跑出去的年轻人 叫来以防不测的 看见这些人 白发老人又生气了 说 做啥呢 你们站下这么多人做啥 打我们吗 供不交忙说 不是的 不是的 娃娃们欢迎你们来了 接着他又招呼年轻人们 送一下 大家送一下客人 几个老人和二三十个年轻人 把深目多村的老人们 送出村子的栅栏大门 为表示千功 还接着往前送 扎西也跟着 嘎干果的人送客人 但他走到寨子的栅栏门之后 就停下了 毕竟他是外人 他一直看着那一大群人 继续往前走 这时 一个女人从村子中央 泥芊河的木桥上跑过来 尖利的叫喊声传了过来 拆房子咯 深目多的人拆房子咯 快来人呀 扎西不明白 深目多的人拆房子 是什么意思 但从千里的喊叫声中 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情 静雅思听 新浪腾讯微博 关注远方的世界 关注身边的生活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联手三 作者杨显慧 朗读者陈颂无声 吉西道结家的客房 已经完全变样了 这里的房子 全部是柱子撑起的架子 两层 四面全都用红松板镶嵌 然后甘打里的土墙 把一楼围起来 这样的房子 冬暖夏凉 冬季住一楼 夏季住二楼 可是 就过去了短短的十几分钟 当扎西跑回吉西道结家时 一楼所有的墙板变成了碎片 四面都露出了土墙 十几个深木多寸的年轻人 正在挥舞长柄的斧头 砍那些没打掉的隔板 木片像雪花一样飞溅 其中有三四个年轻人 还在砍柱子 这是一间改革开放之后 刚刚盖起来的房子 房子中间立着三根柱子 都是一个人抱不拢的摆木 同油漆的黄灿灿的 这三四个人的斧头 已经砍进去半尺身了 就剩下船子粗细的木头心子了 眼看着整个两层楼的踏板房 就要轰然倒塌 房子里 已经有几个妇女在阻拦他们了 但被两个年轻人横着斧头 逼在墙角里 几个妇女急着跺脚 哭泣着喊叫 塌了 房子就要塌了 求你们不要砍了 把人砸死呢 一个横着斧子的年轻人说 砸死就砸死 我们和你们一打死 几个嘎干果的年轻人 首先冲进房子 大喊 你们要出人命吗 停下停下 不要剁了 但是那十几个年轻人 一起用斧子逼住了他们 不要动 都不要动 你们谁是急急到街家的人 站出来 我们是找他算账来的 算账来的你们就算账嘛 要多少钱你们说嘛 你们堕房子做啥 我们不要钱 我们要他家的一个人 哎呀 要出人命了 我们也拿刀子去 不知哪个人喊了一声 嘎干果的年轻人就都往外跑 回家去拿刀 工不交和几个老年人赶到了 大声喊 不准拿刀 谁也不准拿刀 已经死了一个人 你们还嫌死得少吗 但是 年轻人们不听话 不到十分钟 手里就都有了二指长的腰刀 有的还拿着正斧 捋进不绝的小口径 打猎用的火枪 于是 形势发生了逆转 深不多的年轻人 被他们挤出院子 推到木桥的南端 但他们不愿意撤退 在桥头上 提着长刀 举着斧子喊着 你们叫阿仓出来 叫阿仓家的人出来 我们不是跟你们打仗来的 我们要阿仓家的姚命 时间僵持得久了 倪倩村的人发现了 倪倩村的年轻人 在几个老汉的带领下赶了上来 他们都拿着木头棒子 站在桥中央 把两个村的人隔开 连打带推的 把深不多人逼出了栅栏门 深不多的年轻人 是从另一条山沟里 绕到嘎干果来的 他们偷偷的潜伏在 嘎干果村东的 铁竿松树林里 趁着嘎干果的男人们 劝送老年人的机会 偷袭了极西道结家 事情闹大了 哪建沟行政村村民调节委员会 紧急召集会议进行调节 甘南藏区有这样的传统 旧时代 各大部落都有一个名叫 日瓦的民间组织 日瓦是中间人 调节人的意思 它由各个帐圈 小部落 选出公正无私 有智慧有威信的老人组成 该组织 专是调节邻里纠纷 和部落间的矛盾 还研究决定 部落的重大事件 民主改革后 该组织消亡 改革开放后 出于实际生活需要 很多行政村 又产生了类似日瓦的 村民调节委员会 泥浅沟 有五个自然村 各村选出的调节委员 加上各村的村长 以及行政村村长和党支部书记 再加上桑州寺院的三名僧人代表 共计28人 在泥浅沟口的草地上 炸下四顶帐篷 就像是城市里的法庭调查一样 及其道结家的人和搬带交家的人 分别被委员们叫进帐篷进行问讯 证明人也被叫了进去 法庭调查和委员讨论进行的三天 形成最后决议 及其道结家赔偿班代交家120头猫牛 折合人民币8万4千元 及其道结家的房子受损严重 必须重盖 需材料费 人工费1万4千元 扣除这笔钱之后 及其道结家还需付班代交家7万元 赔款在10日内付清 及其道结还必须离家出走三年 期满后才能回家 三年内若是私自回到泥浅沟 班代交的家人随时可以追杀 不承担任何责任 及其道结过了十几天 才离开了当多沟 为了付清命价 他把几年来盗木材挣下的四万元 全部拿了出来 还卖掉了半群牛 大包干的时候 他家分了20头牛 他哥哥在错美丰背后的牛厂里 放牧十几年了 舍不得吃肉 舍不得卖 才刚刚发展到90头 这一次就卖掉了四五十头 且都是大牛 牛厂里就生了十几头偏瓷牛和毛瓷牛 还有一些小牛犊 真是损失惨重 由于调节委员会决定 三年内不准他回泥浅沟 所以地就没人中了 家人伤以后 决定哥哥和嫂子回村做家务 他和女人去牛厂放牧 这样他就避免了私自回家的嫌疑 吉西道杰是从当多沟直接去牛厂的 他走的是一条山路 翻过村后的班主山到扎嘎那 在从扎嘎那的东蛙石峡上光盖山 从光盖山北坡的高山草垫牧场 走到错美丰北木路 靠近大禹沟的牛厂 他不能走泥浅沟这条路 因为在调节委员会 做出赔命价的决定之后 县公安局还几次去泥浅沟抓他 调节委员会已经向公安局谈过两次 说这事已经解决 就不要再抓人了 可被公安局拒绝了 因为这是重大刑事案件 公安局已经立案 检察院也已正式起诉 调节决议不算数 后来调节委员会再去说 反倒被公安局训了一顿 说泥浅沟的年轻人 胆子也太大了 戳刀子戳到公安局门口来了 不抓他 我们公安局的脸往哪里放 国家的法律 不是成了一纸空文吗 那天早晨 天刚刚亮 吉西道杰就动身了 扎西送的他 才刚刚走出村子 吉西道杰就蹲下了 扎西赶紧问他怎么了 他软弱无理的说 没啥 我没啥 坐着缓一下 你回去吧 他蹲了一会儿站起来走 没走上几步就又蹲下了 扎西大为惊讶 又追上去问 你到底怎么了 是哪儿不舒服了吗 他软声软气的回答 哪儿都好着呢 就是 罚得很 腿软的走不动路 扎西说 不成就回家吧 再做两天再走 你是这些天不好好吃饭 没力气了 吉西道杰说 不是吃饭的问题 我心里乏得很 从那天听说我的联手没了 就走不动路了 这些天在你家 往毛侧去一下都走不动 我实在想不通 为啥我要把我的联手戳死 我到底怎么戳下他的 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一点点都想不起来 扎西说 回去吧 你跟我回去 过几天再去牛厂 不 我要走 不能再蹲到你们家里 我已经影响你做生意了 我给你牵个马去 扎西想出好主意来 立即就跑回家去 回来的时候 牵着两匹马 还抱着两件皮袄 他说 我把你送到牛厂去吧 你这样子走 我不放心 吉西道杰不喊乏了 但是一上马他就睡觉 走着走着就掉下来 像是一辈子没睡过觉 摔得鼻青脸肿的 扎西不得不一次次的 把他扶上马背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错美丰北侧 是安子沟和泥浅沟最好的牧场 这里山巒起伏 托缓草肥 植被优良 每年五月 毛瓷牛和偏瓷牛 下过牛犊 女人们挤来打苏油 男人们荡牛 拔牛绒 山坡上 时不时荡起年轻人的歌声 牧场呈现着一片悠悠然 而又繁忙的景象 吉西道杰的牛厂 却是死寂一片 他一点也不想做活 他去赶牛 到半夜赶不回牛来 他走上几步就坐下休息 不要说爬山 就是平坦的草摊也走不动 牛厂上的活 全成了女人的 不到一个月 他家的牛犊子被狼吃掉了四肢 临近牛厂的牧人来串门 坐着喝茶说话 他却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唯有不到两岁的女儿 啼哭的声音 打破帐篷的沉寂 没办法 吉西道杰的上了年岁的父亲 来到牧场 帮他照料牛群 八月的一天 尼建村的老吴 在山坡上当牛 中午时分回帐篷吃饭时 听见狗叫声不断 走出帐篷 就看见七八个人 正朝他的帐篷走来 叫他看住狗 这几个人有藏民 也有汉人 他们说是收皮子的 进了帐篷 却又不问皮子的价钱 而是问这里 有几户人家放牧 帐篷扎在哪里 男人叫什么名字 他们的言行 引起老吴的戒备 因为来着人际罕至的牛厂 收皮子 买牛饭牛的生意人 他几乎都熟识 那是有数的几个回民 他们都是一两个人搭帮来 从来没有七八个人一起走的 他是女人出去抱柴的机会 跑出去 对女人说 快跑 到极西道街家去 叫他藏过 警察抓他来了 后来那七八个人打听着 走进了极西道街的帐篷 问阿仓 你们家的年轻人呢 阿仓回答 年轻人来牛厂 坐了十几天走了 已经两个月找不见了 不知道哪里去了 那些人终于表明自己的身份 说是跌不下公安局的 叫你们家的年轻人到公安局投案去 他要是不去 我们还来 白天来 夜里也来呢 这部警察是从卓尼县大玉沟开车进来的 他们把车开到齐布斯跟前 一个叫三角石的地方 那里有三块乘三角形分布的巨大的石块 有七八层楼高 然后步行翻过一座大山 来到这片牛厂 大约过了一个月 这帮警察又来了 这次他们没进任何人的帐篷 也没向任何人打听 极西道街牛厂的位置 就直扑极西道街的帐篷 后来人们才知道 郭文局抓住一个偷牛贼带路 这人半个月前来这里收过皮子 知道极西道街的帐篷扎在什么地方 就在他们悄悄接近极西道街的帐篷之前 极西道街的邻居 在对面山坡上挡牛的一个人看见了 邻居高声喊叫 琢磨草跑 叫极西道街快跑 警察来了 琢磨草是极西道街的媳妇 她在帐篷门口的草地上亮晒蛆拉 急忙叫醒地睡觉着极西道街 极西道街自从来到牛厂 还没这么迅速地奔跑过 像是疯了一样地跑 警察们看见她的身影 追赶着大声喊 站住 再跑就开枪了 极西道街跑了十几步 就钻进稠密的白松林 警察们追进松林时 也看不见她的影子 自从这次抓捕之后 极西道街成了惊弓之鸟 一天到晚不敢放心睡觉 她和家人 时时注意着各处的山岗和谷地 一旦看见生人出现 就藏起来 晚上也不敢在帐篷睡觉 有时穿个皮袄 躺在雪松下面 有段时间 干脆就在冬窝子后面的白松林里 搭个小棚子 天黑就到那里去睡觉 听见狗叫声 爬起来就跑 只有白天 才敢在大帐篷里活动 这年的腊月 快过年了 又下了一场大雪 雪浅的地方 就七八寸厚 低洼处达一米 她心想警察不会来了 就放心回家睡觉去了 结果一天夜里 警察还就来了 是她家的狗发现的警察 拼命地叫 把她惊醒了 她连鞋都来不及穿 仓促套上件大皮袄就跑 警察们虽然看见雪地上深深的脚印 但因为雪太厚 夜色太黑了 追起来吃力 才放弃了抓捕 这天晚上 齐西道杰受了重伤 她在山坡上奔跑的时候 慌不择路 经过一处石牙石滑倒了 身体横着掉了下去 落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 虽然皮袄并没有戳破 但她的内脏却受到了重击 腹腔剧烈的疼痛 使她失去了知觉 警察离去后 琢磨草寻的踪迹找到她 将她背回了帐篷 这次伤得太重 她长时间咳嗽 咳血 且腰痛得直不起来 眼看人就瘦成了一个骷髅 乡亲们用牲口拖着她去 卓尼县医院 医生说她的肾破裂了 动手术 切取了她的右肾 出院时 医生对她说 不要吃肉喝酒 还能活个五六年 要是吃肉喝酒 说不清哪天就没命了 回到冬窝子之后 有段时间 她的确滴酒不沾 一口肉也不吃 但是咳嗽依然不止 时不时咳出血来 每当咳嗽时 吃过的东西全部呕吐出来 咳得她喘不上气 她的腰腹依然疼痛 什么也干不成了 两岁的女儿哭泣时 去抱她一下的力量都消失了 一天到晚只能坐着或躺着 这种生不如此的生活 消磨着她的意志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 她突然吃起肉来 也跟人一起喝酒 时间不长 她的脸和腿就肿了 发高烧 接着小便不通胀 腹部胀疼 突然从啄泥买来硝烟片吃 还有沥尿的药 病情时轻时重 那是五月的一天夜里 她肚子痛得一夜睡不成觉 身体烧得盖不住被子 在铺上滚来滚去的 早晨 乡亲们牵了骡子 拖她去医院 她骑不住骡子 乡亲们便用两根木头 砸了个人字形架子 绑在骡背上 要她骑在鞍子上 上身扶在架子上 她死活不上骡子 说她的羊兽够了 去医院也治不好 乡亲们硬是把她 抱到了鞍子上 两个人在左右扶着 另一个人牵着骡子走 一路走着她还说 不去 我不去医院 去了是死 不去也是死 乡亲们说 到医院就死不了 能治好 她说治不好 我的病医院也治不好 我们回去 我已经多活了一年 从我的联手死了 我的阳寿就禁了 从东窝子到卓尼县城 是要翻一座大山 翻过山不远 就到了三角石 顺着骑步沟走到大玉沟 再走到大玉沟口 正常情况下 凌晨出发 下午两点钟 就能走到沟口 到那里 就能坐上班车 可是 他们还没走到三角石 吉西道杰就断气了 吉西道杰死后 她的媳妇抱着女儿 回娘家去了 媳妇在牧场生活的 一年时间里 神经有点不正常 经常好端端的 从睡梦中惊醒 喊警察来了 有时候 挤着牛奶就突然愣住了 吉儿往四面看 大声喊狗扯开了 其实四周静悄悄的 只有奶牛反出的咀嚼声 媳妇回到娘家后 还是这个样子 一惊一乍的 父亲便带她 去尼浅沟的桑珠寺算卦 这是座本教寺院 尼浅沟的人信仰本教 活佛对她的父亲说 你的丫头要磕头去呢 父亲就领着她 走遍甘南州 和入尔盖的本教寺院 磕了四五年头 病才痊愈 静雅思听网站 倡导一种全新的阅读理念 与生活方式 以声音的形式 利用碎片时间 休闲充电 带给你温暖 快乐 感动 与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